黄仁宇他们这次派到美国本土军事基地去培训 也算留学吧 差不多整个课程持续是9个月 学的东西其实跟一般的文理大学都差不多 从9月份开始 完了第二年的6月份结束 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放假两个星期 在这个里边差不多有300多个美国军官在这一块学习 大多数都是中校上校或者少校什么的 少校都很少 都是中校以上 这个美军整个军官在这里差不多有60多名 关节也都很复杂 从英国的旅长到海地的中尉什么都有 海地来学习的大概是他们全班里边唯一的一个黑人了 而苏格兰的来培训的军官居然就直接穿着他们苏格兰的裙子就来上课来了 大多数拉丁美洲的军官也都是那种不会说英文的 完了呢 还得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西班牙翻译来给他们翻译 课程呢 也是就一开始主要跟这个军事不是都是比较偏重了 因为他毕竟是来军事培训的 所以呢 这个大部分啊 因为没法实战嘛 都是一般军校都是这种地图演练 先在地图上啊 进行所有的这个战役啊 这个案例都是从陆军的这个档案里边找出来 然后呢 由教官啊 进行编辑啊 把它弄得适合讲课 因为他们这些都是陆军嘛 所以主要讲的 培训的都是陆军军官 通过一开始的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啊 所有的学生呢 开始对这个巴黎的西南部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天天在地图上演练呀 所以呀 这个周围都是什么村子 你一叫什么啊 全都知道了 嗯 一般啊 比如说他们 呃 弄一个预测 比如我们到了Santa Lola 圣罗 完了以后呢 要搞突破 怎么办 我们分两路进攻 一路比如说从吕曼 完了呢 到那个Santras 完了一一波呢 从Toros到这个什么什么澳澳粮啊什么的啊 完了你再来怎么安排布那个你的部队呀 怎么走啊 在哪休息 各个方面啊 后后勤啊 所有的啊 嗯 另外呢 还经常演练的呢 就是在日本九州那个鹿尔岛那一带怎么进攻 比如说你怎么来装备你的港口啊 怎么这个建立一个先前的进攻部队呀 完了你对这个岛民你怎么行使军事管制啊 方方面面啊 全都要学 再主要的就是学什么就是学美军最擅长的他的后勤和人事管理 嗯 在这个军事基地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军事学校吧 黄尔宇啊 他们第一次听说 欧洲那边可能会提前半年就把这个战争结束了 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课堂上经常会有老师提到原子弹战争 那时候啊 呃 外边的人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核子武器呀什么的 而且也不知道啊 这么个玩意儿能够影响未来的这个战略 大家呀 都还活在那个旧时代那种二战那或者是恨不得冷兵器刺刀的那个时代呢 所以啊 在这里啊 他们确实接触到了最先进的这个军事管理呀和什么这些培训啊 应该说啊 在这儿啊 黄尔宇觉得我的妈在这儿上课那就一个气派 你看我们这图片上这个啊 这就是他们的课堂 这就是他们著名的那个古博厅 差不多要上课的时候啊 四百多个学员都坐在那儿 完了每一个人桌子啊都是那种那个总裁级别那么大的一个大桌子 哇那叫一个那什么完了以后每一个那个这个走道啊你的桌子边上的走道那都给你立着一个那个麦克风干嘛呢让你提问呢或者就是跟教员那个交流的 完了呢这个他们这个整个啊课堂安排啊都是由一名上校专门负责的 就在这个就这个这个大他大厅的这个后边那个小房间里他就在那负责他呢带着十几个男女的士兵哎这些士兵呢就是负责分发教材呀完了这个安排这个麦克风啊还有比如说你上课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还比较落后嘛他不可能会那么按钮啊就是比如说我我要举手问教官什么事儿他就负责把这个大厅的这个后边那个小房间里他就在那负责他呢带着十几个男女的士兵哎这些士兵呢就是负责 这麦克风递给你哎你就可以拿着麦克风讲了他们平时上课的时候啊就十几个这个男女士兵就站在边了 这个老师讲课的时候呢就在这讲台上啊这麦克风呢就别在他的这个领带上完了呢那个那个每个领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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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风那个线啊差不多得有那个十来米长 因为他要在这个讲台上来回走来回走啊你看他后边的屏幕好大好大啊 这个尤其最让他惊讶的什么呀那教官可是人数众多呀一的对呀而且啊每一个教官都有自己的特长 差不多呢比如说即便是啊你讲这一段的时候你授课时间只有15分钟 他也会有一个士兵啊专门把这个教官的名字 挂在一个大名牌上 这个名牌就有一米宽 这教官他讲的东西啊就是跟他的这个履历啊那都是值得炫耀的 完了这个你就能看着啊那前边那种各种大板子啊各种地图啊什么的啊 都会在这个讲台上推来推去的让你清晰可见 就有点像那个比如说大的足球场啊所有人都能看见那积分牌一样就就那么清楚 黄尔宇那天那段时间啊呃后来就经那个利用这个圣诞假期嘛就跑到这个纽约啊华盛顿去玩回一趟 哎呀一路上啊就碰到的那个民众啊那就一个好奇啊 没见过呀花了那么多钱帮着打仗的那中国军官长什么样啊终于见着了 不过啊能感觉出来那时候美国人对中国已经特别的不耐烦了 因为经常啊会听到有人说嘿嘿看见了没有中国军队来了啊 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就是为什么后来到了这个杜鲁门啊什么的就是对中国的态度一下子转呃变化特别大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民意基础的就觉得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帮你 你长成这样完了最后你们还自己还打起来了墙地盘 嗯就就就觉得我 这个这个这个都是一帮烂人 在路上啊碰到了人呢聊起天来啊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内战和毛泽东 甚至啊有些人还问那个就是当时就这本书啊叫白修德的 呃他呢写过一个叫雷霆后的中国 完了就问啊说这本书里边里边写的到底有几分真实性 完了呢甚至呢还有人呢居然问黄尔宇说你是国民党的呀还是共产党的呀 让黄尔宇呀就觉得这美国人都白痴吧这是一点知识都没有啊 不过啊他后来发现啊你看这美国人他真的是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这中国啊我告诉你美国人就尤其在历史啊什么地理这方面啊 绝对就是那个白痴到极点即便到现在啊 你跟他说比如说他经常支援的乌克兰 他恨不得都可能没准他都能说到是在南美洲那去 就是完全不知道很多啊占的数量真的是比例很大的 这个可能跟这个很多年啊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教育啊真的该改革了 真的尤其是中学教育该改革了 哎呀这个教师不能够辞退啊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弊病 什么烂教师都都在那里头混着 那完了呢你那教师工会厉害啊 那一闹起来那家真是哎呦 只能涨工资不能降不说吧 那质量真的什么烂人都在里头 甚至啊 黄尔宇啊碰到有一个女的问他 哎 你既然你们有两个军队那我们应该把两方都请来啊 一块培训呢 是吧 这样也能显示出我们美国对对你们来说都是公平的呀 我靠这自由主义快给我弄疯了 人那都打得死去活来了 我的上百万人在死啊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啊 黄尔宇呢 他们结束了 回到南京的时候啊 嗯 马歇尔将军啊 这时候早已经停止了调节这个国共之间的这纷争了 绝望了 我不调了 不管了 不过啊 这个美国政府呢 还是在继续协助着国民党军队的这些培训呢 还有这些组织活动啊 嗯 你像黄尔宇他们等于培训回来的这些军官啊 就被分发到了各个军校 或者呢 是与这个训练啊 课程有关的这些部门 而黄尔宇呢 就到了参谋部的一个本部 但是他因为这个级别不高嘛 所以他就应该算是一个资历尚浅的一个军官 嗯 他们这个参谋部呢 是隶属于国防部的 嗯 应该说啊 那个时候啊 他那级别太低了 就是一个上位你知道吗 嗯 月薪才18美元 在一年多的后来的这个任职期间啊 黄尔宇呢 就负责把这个美军啊 给他的一些这个文件啊 负责翻译成中文 但是啊 在他这个翻译过程中啊 他也发现了 尤其他在这个参谋部的观察呀 就觉得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流程啊 你愣安在中国真的不实用 你像这个对美军来说啊 那个什么军务啊 补给啊 人力的这种流动啊 那简直就是油管式的那种管制 那就所有的什么军库啊 装备都齐全的不得了 完了以后呢 每一个每一个的这个前线啊 跟你的这个驻扎区啊 都有这个中间联络站 完了冰原也是 原原不断 所有的东西啊 他管理啊 就像管理一个那个自动化的 那个大市场一样的 大工厂一样的 流水线似的 你这搁到这个中国来 这就不是水土不服吗 你说要是国民党真有能力 做到你这样自动化 还打得起内战吗 是不是 那我估计小日本都不敢打过来 这这有点就是 确实说到这点啊 你想啊 我们一直是一个军阀格据 长期的那么一个时代 那每个那个军队啊 那军需官 经常是得跟那个团长太太 在手里边拿钱 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士兵吃饱了 你你你还有什么仓库 有什么这管理那管理 哎呦 所以说啊 其实说啊 那个47年的时候啊 虽然说国民党呢 比那个一开始啊 那就是从团长太太手里边拿钱 那种阶段确实好多了啊 但是啊 真的 一个种的就是比如招兵也招不上来 管了食物供应也不足 就是所以说啊 就是美国人呢 他把他的那个管理制度啊 强加到中国啊 真的是水土不服 简直就是空想 而且呢 我我越看这个 这些东西 这些资料 我越觉得就是美国人在很多方面啊 很幼稚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他不落地 你知道吗 当时这个蒋介石啊也很无奈 虽然说啊 这个美军的这些参谋长吧 强烈反对啊 我那时候都退到台湾了吗 就要守这个台湾的时候怎么守 这蒋介石想了我什么底子就那点黄金 你都给我花了 我我还怎么守啊 守得住吗 而且他的那个美军的那种那个长战线的啊 供应线的那种 大跑乱轰花钱的那种啊 你也不适合这个小岛啊 所以那时候啊 就是蒋介石觉得 我不能够再靠着美国人了 我要这样的话 我就是一个死 于是呢 这时候蒋介石才请了这个日本的这些陆军军官来 给他们开军校 做参谋 这也是著名的那个白团的来源嘛 就是让自己的那些将军军官们啊 给我去上课 挨个学习 而且啊 你不上啊 甭想升官 你得在这儿啊 培训了多少多少个月 你才能够往上升级 所以啊 你想啊 那帮军阀什么的啊 都是打仗上来的 好多那么大字都不太十几个的 都得去上那个军校去 第一次才知道哦 这地图怎么弄怎么推演 哦 那本书也好玩 是吗 可以有空讲一讲 哎呀 那个日本人啊 他因为差不多军官啊 都是军校毕业的 所以啊 他们就是可以知道 我用多少的兵力啊 我就能够把你啊 挡在这儿 完了 我的这个攻势啊 那时候就比如说 怎么能够交叉这个 让你啊 这个射击的时候 无死角 哎呀 各种这些东西啊 他真的就是可以用很少的兵力 和这个弹药 就能守住一片地方 这些东西 中国的那些将军们 听都没听说过 就被打到台湾去了 你想想你美军的那一套 那得是一个多强的伯力 在后边撑着才行啊 是吧 不过啊 皇人你知道啊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里啊 有好多的将军们 是对这个美国的这种管理制度啊 是存在幻想的 而且啊 就是有好多的留学生啊 什么的 也是抱着这种理念啊 去到这个美国去学的 可是黄仁宇觉得啊 这个理论再先进 他就是不适合中国 不过他们这帮留学生啊 等于毕业了 回来了以后吧 哎 吃香啊 黄仁宇觉得 哎呦 哪个单位都抢啊 其实就是为了替这个部门啊 装装门面 狗屁用都没有 四八年底啊 黄仁宇呢 是从这个武厅 就是专门训练啊 管训练 管什么的 那个 管这个组织架构的 这么一个 国防部啊 转到了二厅 二厅是什么呢 是专门管情报的 就军事情报 战线啊 什么的 当时他任务呢 就是专门给那些 外国的那个军官啊 什么的啊 武官啊 这个就是汇报这个 前线的这个战事的 做一个简报给人家 嗯 他的这个上司啊 就是一个叫姓陆的 一个中校 有一年呢 就是到这个 就是四八年底啊 这个中校就找他 说呀我舅舅啊 就是这个翁文贺 翁文贺 说呀他呀 呃你知道的 就是他已经被这个 共产党这边宣布了啊 你是个战犯了 结果呢 你知道他居然啊 他根本连前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完全不知道 这个时候他啊 正好是四八年的时候 是任行政院的院长 给他送过去的 这些情报啊 早都过时了 要不然呢 就是假情报 哎呀 就是说 我这个行政院长 居然连前线 发生什么事 根本就不清楚 所以呢 他就委托 他的这个侄子啊 说你不是管这个吗 你专门给我来一份吧 你也或者 你给我安排安排 你告诉我 我要开会的了啊 我要知道知道 我们现在前线到底什么样了 于是呢 黄仁宇呢 就被派去啊 跑到这个行政院长家里边 呱哒哒哒哒哒 跟他讲了足足一个小时 就是关于现在前线 到底发生了什么 49年初啊 国民党那时候的副总统李宗仁呢 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哎 跟这个共产党这边谈和嘛 可是这时候啊 人民解放军早就准备 这个渡江南下了 于是呢 这个国防部啊 就把这个 他底下的这些什么 黄仁宇他们这 这个阶层的 全都撤退到广东去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台湾了 当时有一个跟他啊 一块去那个 就是那个军事基地培训的 有一个那个叫原为星的 一个上校 就问说你 愿不愿意跟我去东京啊 我刚刚被认认为了 这个驻日代表团的 这个副团长 那你来给我做助手怎么样 因为人家毕竟 定级级别高嘛 黄仁宇呢 于是呢 就没有跟着那帮大拨的啊 那些公务员啊 家属啊 都堆在那广州那儿啊 住在一个临时 住所里边等着船 过台湾呢 而呢 就坐上了这条这条船 这个船呢 叫科里夫兰总统号 而且坐的是头等舱 从香港开到了横滨 而且呢 他拿的是外交护照 就为了去这一趟的这个工干啊 还特制了两套西装 都是由外交部付的钱 就是他呢 就不再是国防部的人了 哎呦 这过敏啊 越来越厉害 好吧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 下期见